大家好 今天要帶大家看一下天狗 天狗酒場這樣子一個聚酒屋 剛才那邊有個人在抽煙 所以我這邊換了一個地方 好像最近東京這邊為了迎接奧運會 都是禁止在餐館內吸煙 如果要吸的話 一般都是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才可以吸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這邊的菜單 這個上面是新西蘭產的牛肉 這邊是牛串,烤肉串 然後下面這邊應該是 這一排應該都是豬肉 啊,豬肉串 這邊也是豬肉串 這邊是烤那個 尼尼哥,尼尼哥是洋蔥 這邊的話應該都是雞肉了 這就是他們的廚房 準備好了嗎? 兩張,兩張 這裡是煙肉串 還有一張渣身絲 四川西蘭牛肉 五漢 兩張 這裡是牛肉蒸 還有一張 我刚才点的是这边的猪肉和芦笋,这边点的是两串 然后这边应该是鸡肉,鸡肉跟它这个是柚子味道的鸡肉 然后这边点的是它做的自家制,它号称是自家制的motsu 这边指的是大肠之类的内脏,猪的内脏煮的豆腐,是这个样子的 最后点的是一个这边是虾,它炒的小虾 其他的很多种类的菜了 所以我先不点这么多,先吃完以后看,如果还没有吃饱的话,我再点 它菜单后面这边是类似于西餐的这些小的披萨 这边是salada 所以它这边虽然是一个日式的鸡肉物,但它里面的菜不仅仅限于日本料理 这一页都是一些小小的下酒菜 这边的animunu指的是炸的东西,油炸的东西 它这边有炸的鸡翅 这边也是鸡翅 这边是鸡翅,这边是鸡翅,这边是鸡块,炸的鸡块 下面是牛舌,炸的牛舌 还有很多,比如说这边是炸的nus,是茄子 这边甚至还有炸鸡皮 好可怕,还有炸鸡皮 等了很久的这个猪大肠炖豆花终于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猪肠 然后这边应该是豆腐 然后还有葱 还有一些 有一些什么 一些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在寄购包的东西 来尝一口 红烧的这个猪大肠做的相当的入味 非常美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居酒屋其实还是比较干净 因为本身室内的场地就比较偏长 像一些室内面积比较窄的居酒屋的话 里面就会显得非常拥挤 一来非常拥挤 二来人都会显得很草杂 其实从我小时候开始就非常 一直以来都非常抗拒吃猪大肠 一直到我来了日本之后 在日本尝过了猪大肠之后 我才真正的第一次感受到 原来猪大肠是这么的好吃 最近好像东京这边 东南亚那边来的游学生也越来越多了 刚才那个店员小姐姐应该就是东南亚那边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小虾 很脆脆的 嗯,相当的脆 它有一种烤过东西之后的一种香香的焦味 非常不错 好,我的鸡肉串终于来了 它在菜单上面写的是SASAMI SASAMI的话指的是鸡胸肉 把鸡胸肉把那个鸡胸串大卸八块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鸡胸肉和猪肉串终于来了 紧接着呢 我的这个鸡笋呢 鸡笋和猪肉串又来了 最后一小片鸡肉了 好,那吃完鸡肉呢 就开始吃了我们的猪肉 好,那吃完鸡肉呢 建议大家吃串的时候 把那个串给大卸八块 这样可能吃起来会比较的 能够做到细嚼万一 好了,就这样一盆鸡肉串也千而一举的被我给解决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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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